广州放宽购买大房产限制 自周六起 购买面积超过120平方米的大房将不受限制 而此前一天 中共住建部明确表态 房地产调控权回归各城市 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12月报告说 广州的住房去库存周期仍高居18.5个月 官方数据还显示 去年12月的新房同比价格连续第12个月下降 中国房地产出现危机 开发商负债累累 无法完成项目 购房者信心不足 中国经济严重受创 最近几个月 尽管中共推出多项旧市政策 比如为开发商提供更多贷款 降低住房抵押利率 以及放宽购房规定等 但房市仍然持续疲软 开发商违约现象频繁 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穆迪 去年12月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展望 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房市危机和地方债务是主要原因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秋月田园综合报道